第四點就講 學生怎麼讀經典 我總結了八句話 學生怎麼讀經典 第一 及早送讀 最好 十二歲 現在有些得出零歲 有些還得出負一歲 負一歲 我覺得我也在同 就叫做抬教 從抬教開始讀經典 最近做了一些事業 最近十幾年來 有些抬教的聽經典 聽古琴 生存的孩子 兒子一歲多 一教他讀弟子歸 他就能夠跟著讀了 他讀那個《沙字經》 只教了一兩天他就背著了 因為他在母親懷裡就接受了《沙字經》的信息了 所以這個很好 所以即早送讀 最好付一歲了 你至少十二歲開始讀 十二歲他王爵能夠接受了 別貼貼送讀 你不能逗 一天二十分鐘 是吧 一天二十分鐘 這個要戒指 第三 盡心送讀 讀經典的心要盡 來創造一種安靜的 我覺得我是怎麼來解答這個問題 有些說小朋友他注意力很差 要他這麼安靜的下來呢 我是在你開始讀的時候要他進行 因為小朋友注意力不超過五分鐘 小學生注意力低年級十分鐘 中年級十五分鐘 高年級小學生注意力二十分鐘 十五到二十分鐘 這是我們心理學研究的 是吧 把書擺好 我們台灣朋友也 把書擺好 我們大陸經常總結 大家總結 把左手把書揚住 右手 所以大家總結叫 依止讀書法 是吧 一個指頭 依止讀書法 這個指導書 大學知大 在明明德 在清人 在止於至善 一個字一個字 開始讀的時候要進行 並且開始讀的時候要速度要慢 一個字一個字要讀進去 所以我是怎麼知道大家讀呢 開始讀要進行 開始讀要速度要慢 速度開始慢 然後慢速 中速 快速 最後要快速 因為語言啊 是反映思維的工具 這是心理學原理 開始要慢 慢速 中速快速 開始讀的指導要進 後面可以快樂的讀 你看後面挖敵了快樂的讀 是吧 你遊戲啦 拍手啦 哪裡叫做鞏固啦 鞏固啦 你可以採取不同形式 開始讀的時候不要搞花樣 我們總結啊 大概是這樣一個 開始讀不要搞花樣 開始就拍手啊 或者拳啊什麼什麼跳啊 不需要 讀書啦為了鞏固 可以採取各種花樣 大家自己創造 今天下午我們小劉謠師啊 劉謙謙老師也會搭在家 他們這麼讀地之鬼的 但是開始讀的時候要精 要慢 然後就快 各種形式 第四呢要輕鬆順讀 我為什麼要講叫輕鬆啊 現在我們一些小學呀 找讀客 一些校長 看哪個班讀書聲音越大 這個班讀書就讀得越好 不能聲音大來決定讀書的效果 你們試一次讀書很小精力的 你看我們老師講課 我們講課很要精力的 一下來呀就覺得很累 因為我們每一天講 腰也痛 坐在這裡腰不痛 因為主要精力去上課去了 一下來腰痛 是吧 所以我們過去就鞠躬力太多少了 是吧 所以我們好精力你要去想想呢 你本身學生早上就沒吃好 你看我們現在早餐 學生的早餐是最差的 都早上太早了 還沒開胃 學生不想吃 那麼就是那麼一點精力 你早上一讀 三年讀得很大 把精力全部消耗了 到了學其他的語文書 學其他的科學沒精力就大咳睡了 你看現在我們小學中學好多大咳睡的 與老師教學也有關係 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係 你看蘇聯 蘇聯的教育 且蘇聯 現在叫俄羅斯拉 分成很多國家 蘇聯教育家蘇霍穆林斯基 前面我講的蘇聯思基他的學校的課表 我就很我就學他這一套 他的課表第一節課中學第一節課五十分鐘 畢業節課四十分鐘 最後一節課只有三十分鐘 他根據學生的經歷 學生的經歷生理規律來安排課表 安排作息時間 你看我們留下課你家裡是 學校是這麼安排 你讀日四十分鐘 要麼讀日四十五分鐘 中學讀日五十分鐘 大學讀日五十分鐘 我知道的學校 我原來我自己當校長我讀日 因為我自己當校長我就決定了 現在他不是我當校長 我講他不一定聽我的 是吧 你們去試一試 你們自己當校長的安排這個作息時間 效果完全不同 是吧 他學生對你學校很反感 對你家長很義反 這樣學生學不盡啊 為什麼義反盡啊 就是我們不懂教育規律 引起兒童的心理反抗 所以你不能怪學生的 只怪我們老師 怪我們的校長 所以我們大家總結一句話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大家記住嗎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就是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我們反复實驗了 特別我最近四年 我招牢三十個 大多數都是家長不要的 學校不要的 誒 我教了以後你看 他們基本都變好了 至少不會變壞了 是吧 誒 王爵可以 我還沒花什麼精力 沒花什麼精力 他們都變好了 讀經典 老師跟著我們做 學生就一下不要 不要教啊 是吧 這個不簡單嗎 誒 我們的學生都不錯 我們昨天待七小時 何列軍呢 何列軍加起來 大家認識一下 江西的 我的小弟子 誒 他也是個跳筆導彈的 誒 讀書不讀的 他出去就打工 打工也和人家打架了 你看我把他留下來 做助教了 是吧 你聽他讀書 慈性 哪路能力 經典到位如流 是吧 書法寫得非常好 太極打得很好 是吧 武術也不錯 誒 誒 誒 我看 你看 就是我教學效果嘛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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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 下學 就是現在 下一個月 開始招生 我就只招老師了 不招這些跳筆的了 跳筆的 我們太難得了 是吧 他馬上看到他 十二點水果叫 洗腦燈 一絕背 他又爬我一下出去了 又去上網去了 誒 這些學生很難叫 誒 誒 教育就是這麽 這麽叫的 第五 學文誦誒 我認為不要叫學啦 我們沙東的某某某同志 湖北的某某同志提出來 弟子規要拿幾句要塞掉了 大學拿幾句要塞掉了 他將有封建的東西 誒 誒 我講這些人啊 都一點不懂教育 是吧 第一我講你怕有什麽封建的東西 我們在大陸共產黨阿軍你搞封建嗎 是 你搞封建的東西 現在哪個買你的帳啊 現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了 你搞封建哪個要你的 是吧 你不要擔心吧 第二個 你就是把那個拿掉反而不行 就是 第二個有一些東西 我是不同意用封建這個詞 是吧 什麽叫封建 封建之中政治制度 怎麽是文化呢 政治制度已經沒了 早就沒了 你現在用的我們共產黨制度了 還有封建制度嗎 怎麽 它只是過時 我認為已經有些光點 有些光點過時了 是吧 不是封建 封建是種制度 它不是種文化 文化裏面有封建的樂印 反應封建制度的一個樂印 但是它不是封建的東西 是吧 封建是種政治制度 我是這麽講 只有些東西過時了 很了不起啊 有一個人來和我說啊 他講 論語啊 論語啊 論語中 論語中有三句話是錯誤的 我講 有三句話錯誤啊 他說是的 他講你還在這裏引導大家讀論語 我講我首先不討論哪三句話錯誤 我首先講一個觀點看你接不接受 我就講啊 毛主席著作領我們多少年啊 毛主席著作領我們幾十年五六十年嘛 三十年嘛 我講毛主席著作 你打開 打開毛主席著作啊 階級鬥爭要貼貼講 嚴嚴講 律爭講 出了嗎 他講 出了 毛主席著作裏面 奏返有禮 出了嗎 他講 出了 毛主說 無產階級絕政下繼續革命 出了嗎 人民公社 出了嗎 出了 計劃生育 計劃經濟 出了嗎 他出了 現在我們是搞有計劃的市場進行 市場進行 所以第一國家你不認服 你毛主席等都錯 他只是過時了 他在當時 他是想把國家搞好來探索 造法由你是什麼情況下講的 你瞭解嗎 你斷腸起義當然就錯了 是吧 是吧 我講 你看毛主席著作理論的職業 三十年 三四十年 你講五十年也可以 是吧 毛主席去世七十年了 七六年的去世 你看 打開書有這麼的錯誤 但是我們國家很聰明 把毛主席這種思想 作為全國全黨人民的指導思想 你不能說幾句話錯了 就確保否定 是吧 我講論語靈魂們多少年 兩千六百多年了 他只有三句話錯 我講論語是不是重要 是不是經驗 哎呀 你這麼一講 論語真的了不起 兩千多年 只有三句話錯了 是吧 毛主席做作靈魂們 這四十年 有這麼多錯誤 他還要作為全國指導思想 所以我們的態度問題 是決定一切的 你思想正確 就一切正確 思想不正確 你看什麼都是錯誤 是吧 我們不能有一兩句話錯了 就確保否定 後面我再討論論論語的下句話 最後我到時候再和大家講 我的理解不是這樣 我講你證明讀書沒讀好 所以將它說了 是吧 你讀好了論語這句話 這三句話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大家要全文誦讀啊 把它搞好 系統誦 不要讀一點 也至少要讀 我講至少你這幾個四書五經 要讀完 是吧 把謀學的經典也讀完 所以你不是只讀一篇兩篇 怎麼能夠有經典呢 是吧 最後我提出來啊 紮實生徒 熟練生徒 紮紮實生徒 要讀一百篇兩百篇三百篇 是吧 熟練得讀就背著了 沒有那個不背的 是吧 你看我們那些學生 批評老師 批評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老師好笨啊 以後我讀一百篇 我五十篇就背著了 實際他是最笨的 他就覺得我好聰明 我好聰明 我讀五十篇就背著了 是吧 所以要鼓勵兒童 調動學習經濟性 好吧 那麼我們這個經典的 教師的理論 培訓五講 我就講到這裡 向大家揮發這裡 最後的呢 最後九號下午 我就給大家 學校怎麼抓這項工作 好吧 我就留刀來給下午再講 好吧 你看學校怎麼開這工作 我就 我去人格批案 我就下午到時候再講 最後向大家介紹 怎麼經典與人格結合 好 今天上午最後呢 我想大家揮發一下 怎麼來 這邊教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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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書第一步 四書第一步 只有一千六百八十個字 一千六百八十個字 多少章呢 三十章 實際是三十段 我們都編了章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呢 因為這個我編這個教材的 我編的呢 第一版 第一版都已經一本都沒有了 是吧 後面是我自己留到 教學用的用的也留到一本 是吧 那麼第三版呢 下個月就出來了 第三版 那麼在前面兩把基礎上 我是做了認真的校對和重新設計 非常漂亮的 是吧 應該來講呢 價格應該也在全國最便利的 現在我們有些把價格標的很貴很貴 那麼怎麼大家能夠讀經典呢 農村還是這麼多呢 是吧 所以有些四百多塊錢一套 兩百多塊錢一套 我們今後出來的書就是幾塊錢 一本幾塊錢 這個家店就 每個家店都能夠負擔得起來吧 是吧 所以 這是教材的問題 教材問題 我們下個月會出了一個新版教材 這個教材呢 我們講一定要學好教材 你看 我們主張還是要戴拼音的 戴拼音的教材 字要很大一個的 一別於記 敵人呢 是不壞 不會 視力不會壞 學生現在多少是視力啊 他容易記 字很大個 敵人呢 他不視力 你看他不會壞視力 第三我們主張紙章 你看我們編的書的紙章是不法光的 現在很多出的教材 那個學生一看就視野精 是吧 我們的教材出版的都是 紙章不法光的 學生很很好的 第四呢 沒有插圖的 不要有插圖 插圖 我們學生他就是看熱鬧 自己看化學了 他不看字了 所以效果就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 柳約翰 你是教心理學 教育學的 到底有插圖的好 還是沒有插圖的好 我說沒有插圖的好 真是有心理學約定 所以兒童他喜歡看很化嘛 很花燒的東西 是吧 他注意力不集中嘛 但是你沒有插圖的 他就很集中 好 那麼這一大學 我們大家都有嘛 都發了人家的 因為我們的沒有了 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劉主任啊 去埋了這個大學 供大家參考 是吧 供大家參考 這個書 還不錯 但是好像也還有幾個地方的錯 小錯誤 這個小錯誤是難免 只是要少錯 盡量不錯 因為那個拼音啊 你改了改了 它印刷上變了一下又變了 確實有些是改了的 它又變了 大學一共三十張 一切六百八十個點 那麼第一 我們去教大學 首先要跟學生說 這個大學到底誰做的 哪個寫的 大家要了解 這個作者是誰 所以我就想大家 嗯 介紹一下啊 作者啊 有很多種說法 我在這裏接受啊 有三種 第一種 是孔氏之一說 而初學入德之門業 孔氏 第一種觀點認為是孔子做的 孔子做的 孔氏也可以報告他弟子 但是一種觀點就是孔子做的 這是一種觀點 這是一種觀點 第二種 叫蓋孔子之也 而曾子樹之 而孔子講的話 而曾子呢 把它記述下來 那麽可以說是孔子做的 曾子做的 曾子叫什麽呢 他的名字叫什麽 姓曾 名是什麽 名是什麽 名聲 人聲的聲 這個地方不能讀差 不能叫曾差 是吧 為什麽不能叫曾差啊 這個曾子的名字啊 是孔子取的 而孔子的這個影響取的 曾子的爸爸 叫做曾蝶 一蝶兩蝶的蝶 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 曾蝶呢 得妻子 就是曾子的媽媽 身體不好 始終呢 懷不起孕 這個到了四十多歲 在懷上曾子 就 曾蝶 再跟著孔子學起 有一天 家裏來報信啊 曾蝶 曾蝶 曾蝶啊 恭喜恭喜啊 你做爸爸了 馬上回去 家裏要 我首先三年就是讀經典 打好基礎 四年級的學術學 一下就懂嘛 哪個小學的數學太簡單 是吧 它就是六年級 那個應用體 算數應用體比較難 其餘都是很簡單 四者運算 是吧 三年十九萬就學好 它有這麼的智慧了 這種智力都開發的這麼好了 它學數學 多快啊 是吧 所以我為什麼提出了一個七到八階課 這個意思 有針對性的啊 你不要 國家課程都不學了 那不行了 所以我在這裡提出了 現在全國兩種模式 一種 是我這種模式 國家規定的課程 全不開 做十當調整 十當調整是什麽 有一些課是十當節少 比如說體育課 每次開三節我只開兩節 我十節還是開了三節 因為我這一節是五數課啦 五數課這麽不是體育呢 這是最好的體育啦 是吧 兩節音樂課 我開一節 教那些 唱那些 歌曲的 還有一節 教鼓琴 欣賞音樂 還是音樂啊 我沒有違背 國家教育的要求啊 是吧 但是我培養出來的水平 我被你國家規定的高出幾倍啊 資料要好到幾倍啊 是吧 所以我們這個教育啊 好好的 所以我這種模式呢 家長歡迎 你不能脫離社會的 現在社會你沒有文憑這麽行啊 沒有文憑一切事情不能做 不是我們中國家文憑 全世界家文憑 沒有文憑 它文憑作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 是吧 你不能脫離社會 你到星球上去啊 你去開發一個星球 不要文憑的星球 那你就去了 是吧 還有一個 哦 只讀經典不學俗理化 不學科學 你這樣觀點也是衝 是吧 讀經典不學科學 我講的 人文和科學 必須是兩條腿 同時走路 同時一樣大 一樣長 差一點都不行 所以我就提出 所以我就提出 我在說文憑皆憂 你看我的北洋目標 文憑皆憂 悲采皆悲 文憑多多優秀 文憑皆憂 是吧 所以我們這種國家教育的課程加 我現在加四大特典 這是我的學校就是四大特典 五大經典教育 五大經典教育 八大能力培養 十大行為習慣訓練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我就是用這四個東西 改變中國的教育 文化功底差 品態倒在差 我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還解決那個什麼問題 能力問題 現在有學歷沒能力 是吧 就是三個問題 文化功底差 學生能力差 道德品質差 我解決三差嘛 三差我用什麼東西來保證呢 我就是五大經典保證文化功底 八大能力保證能力 差的問題 十大行為習慣和高尚人格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解決中國學生道德素質的問題 這中國的教育不是 越世界最好的教育嗎 這不是我們總書記總理最想要的教育嗎 這不是全國家長所要的教育嗎 這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嗎 你看我的辦學目標三句話 改革中國基礎教育 我的口氣很大的啊 創新中國基礎教育 第三句話 打造中華民族教育品牌 我這個辦學方案都可以贈送給所有大家 都可以贈送給我們每位老師 你帶回去 你看我的教學理念 我的辦學思想 我的辦學宗旨 這個東西你可以借解 這是我研究四十年子教育的心血 是吧 把中國的教育 主要的問題怎麼解決 這是我們每一個老師 每一個校長 教育工作者 包括每個家長 都應該來關注我們的教育 這個教育不是總書記總理一個人 中國的教育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十年數目百年數目 教育為本 教育是我們國家興亡的最根本的東西 人才為本嗎 人才教育嗎 怎麼有人才靠教育 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 百年打擊教育為本 這是我們中央所的 國家寫進文件的 百年打擊教育為本 我們中國大陸 國家只抓三個重點 啥大重點 那啥大重點你們知道嗎 第一 科技 第二 能源 第三 教育 你看我們國家這麼多工作 幾百幾千項工作 中央重點抓三項工作 國務院重點抓三項工作 是吧 你沒解決科技問題 沒解決能力問題不行 沒解決教育問題不行的 沒人才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吧 我再講教師怎麼教好經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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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我们李宗盛创作的一个中华经典 变了一个客舰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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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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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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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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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注意力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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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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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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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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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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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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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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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周围的地狱 叫做邦极 第三个字呢 是极 这个 第九章 第九章 极一极 极呢就是别极的极 继续合聚合合的意思 这个极本身是指那个马 这种一种搓成蟹 搓成蟹 这个极的原意是这个 还有一个字呢 李斯是西 西 极兮尽至 也是第九章的 木木闻王 于极兮尽至 这个西呢 康熙的西啊 这个西是光明 光大 晒干和乐的意思 是吧 但是第十章 你们那里书呢就没有 没有我这没有章 你看我编的书呢都加了个题目的 所以没有章节 没有章节 第九章 我这个就很好看 我这个就很好看 很好找 第十章是玉 大家看上面 玉 这个要读玉 玉石的玉 水边汪区的地方 什么叫做玉啊 这个我们很多老师代学生读 澳 澳大利亚的澳 其澳 这个地方要读玉 所以要读玉女学 文字学 玉女学 水边汪区的地方 叫玉 第六个字 谢 第一个字 要读谢 西安 谢 威武 威业 广大 宽广 不大的意思 不大的意思 大家不要 现在不要写 反正这个发给大家的 是吧 考给大家的 都有 我们看一下 连续有三个 基本同音的 薛 薛呢 是通火字盘这个月 薛 盛大 高上 泄阳的意思 这个薛 第三个薛 是遗忘 忘记的意思 第十一章 有一个乌乎 我们不能读个 淤习 淤习 不能读淤习 乌乎 是一个 tats 相当于现在 汉语里面的 哎呀的意思 哎呀的意思 是吧 乌乎 你不能读淤习 是吧 这个一定要懂 英律学 第十个字 邪 鞋 鞋 鞋 之道 鞋 鞋 之道 鞋 鞋 之道 鞋是横量 量度 规范的意思 啊 这个鞋 啊 这个多了一个鞋 啊 这个 鞋呢 是制作 方形物件的工具 鞋呢 拿起来量嘛 量东西 规矩 规矩 就是能量 方形的一个工具嘛 量物件的工具嘛 啊 第十一个字呢 是 吃一吃 吃 不义 不执事 大的意思 啊 二十七章 第十二个字呢 就是 冒迹 冒迹 是基督的意思 基督啊 你冒迹人 就是基督人 啊 基督人 十三个字呢 就是 微比 是十八的意思 十八的意思 好 这十几个字 最难理解的几句话 啊 主 我认为 你把这几句话 了解了 大学 你就都懂了 都可以讲了 是吧 我就认为 这几句话 大家 很难解释的 真理比较大的 第一句 是 大学之道 大学怎么解 现在全国 大概有 十几种观点 最多的观点 认为 大学啊 就是古代的 现在的大学 我认为 最高观点 绝对不对 过去啊 还在 寻求 战国 末期 战国 中期 那么还没有明确 哪个办了大学 是吧 这个 孔子那个时候 还只是 诗书的 开山笔祖 还没有 中学 大学 都还没有 怎么作为 大学 现在的大学 来解释呢 他认为 现在大学的宗旨 就是三个 三点 我不再诚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再诚呢 怎么解释呢 就是 修身 治国 其家治国的 大学问 你看 三世上 全部讲 修身 修心 其家治国 与天下的 大道理 是吧 他怎么讲 这个 现在怎么大学里面 把大学要做好 三界事情 这个写的 不通 第二个呢 有一个 争论最大的 就是大学的 再清明 再明明明德 大家基本上 没争论 再清明 因为是 朱熙 朱熙 你看在中国历史上 理学的 极大成者 是吧 那么 朱熙解释 这个清明的清啊 他翻译成为 新旧的新 做新明 在于做新明 我们过去 听老师讲 都是讲 发生新明 所以我呢 不主张 是发生新明 新明根本不通了 无法讲下面 也无法 讲题目 是吧 与本一眼 我认为 不合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大学指导 就是修身 职国 大学问 到 规律 原则 要求 领导 都有这么多说法 道理 道路 规律 原则 在国大的道 还有个 领导的意思 领导的意思 在这里我认为 是 重原则 重要求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翻译了 是修身 职国 大学问的 重原则 重要求 就是三条 实际呢 我重俗地讲 我讲大学是什么 就是政治讲 怎么做光 怎么做人 主要讲这两个 做人 怎么管理家庭 也是做人的道理 这个内容 是吧 那么 在于三条 在于 第一个名 是动词 弘扬的意思 发扬的意思 明明德 发扬 第二个名 是名词 是吧 是名词 那么 在于 弘扬光辉的平等 在于 亲爱 平民 百姓 我们做光的 修身 职国啊 的目的啊 就是 要弘扬 光辉 平等 在于 亲爱 平民 百姓 在于 使光 你达到 最高 经济 使我们的 各项工作 达到最高经济 都可以 在于 广里 可以 不要 也可以 在于 达到最高经济 我看我们修身也好 做光也好 就是这三条 弘扬光辉 平等 亲近 人民大众 在于 使各项工作 使自己的广里工作 各项工作 达到 自善 自是最高 善的好吗 最好 就达到最好的水平 也可以这么反应 使我们的各项工作 达到最好的水平 最高的水平 智是高吗 是吧 第一个 指是 就在这个地方 是吧 达到 的意思 最好的水平 最高的水平 所以很多企业 把这个至善 作为企业的目标 就是最好的水平 最好的效果 最好的效益 是吧 我认为 大学问 特别是 做光的人 修身 执国 你主要目标 就是三党 相当就能阐数了 是吧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进 静而后能安 安安后能律 是吧 后面就要插书 怎么来做到 弘扬光会品德 怎么做到亲民 怎么做到职国 一张一张来插书 最后插书你看 最后三十张 身材有大道 决明讲 怎么管理财富 怎么管理财富啊 是吧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很难解释的 这一句 很难解释 其本乱而莫执者佛义 其所厚者宝 而其所薄者厚 未知有也 第五章 你没看到 可以翻到书 这一章怎么讲呢 本乱 就是道德这个根本 道德是人的根本 这个本是指人的根本 你这个人的道德的根本 坏了 而想来治理国家 治好国家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是吧 好 后面一句 后则薄 薄 薄则厚 厚就是重视 薄就是轻视 放弃 是吧 厚是重视 薄是轻视 在这里做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话就很好解释 应该重视的大事 都被轻视 被应该轻视的小事 反而被重视 这种日历天下的方法 是从来不会有的 也不会成功的 我们在座的 你看你是怎么修身吗 你怎么去管理企业 管理学校吗 应该重视的 你不重视 不应该重视的 你重视 怎么执好大卫 执好国家呢 所以我们 我讲大学是 管理学的一部 最高水平的 管理学主义 你看讲的多好 执国 修身技嘉 讲的多好 是吧 一个人的道德是根本 道德都乱了 还能给执国吗 不可能 应该重视的东西 你否定 也可以做否定 不重视 应该不重视的你 结果花很多精力去重视 怎么能够执好国家 执好一个大卫啊 执好一个学校呢 是吧 好 第三句 第六章的第三句 这个很难解释 有些争论 实际上我得理解 是 前面解释了 是解释了 故事贴之明明 故事 弘执美德的使命 弘扬道德的使命 弘扬道德的使命 你看 我们诗经里面 决明有句这个 要经常注意 尝贴福于弘扬美德的使命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我们要大家弘扬绝同文化 弘扬经的就是弘扬绝同美德嘛 我们大家要经常的注意到 思考 思考 是吧 要提醒自己 上天赋予我们弘扬美德的使命 第四句话 叫做 悟悟文王于积息尽致 于积息尽致 积息 第九章 悟悟文王大家都知道 积息尽致的周文王嘛 积表默扑是 积表堂堂端壮 叫积表堂堂 光壮功劫 叫做默默 积表堂堂 也可以 我把它写在一起 更加强调 积表堂堂端壮 千功的周文王 他光明的美德啊 积息是光明嘛 是吧 博大嘛 积息是博大光明嘛 是吧 他光明的美德啊 敬之 人命无补从尽啊 周文王 你看 在论语里面 孔子真误评价周文王 周文王 是大圣人啊 福西做八卦 他把他推算在六十四卦 而且周文王治理国家 有一套 完整的思想 离周文王在这里达到最高水平 是吧 孔子讲的福利 所以就是要恢复到周朝的理 周朝的理是属于创造的 周文王 周文王 是吧 你看 所以 来摘扬周文王 仪表堂堂端壮切功的周文王 他光明的美德啊 人命无补从心 是吧 第五句话 叫做扎比其欲 律主依依 我在讲课的时候 学生啊 就这句话很难理解 我在全国 你讲大学啊 大家认为这句话很难 实际内呢 很简单 你把几个字一疏通啊 叫哦哦 非常简单 是吧 扎 勾扎远助嘛 远望嘛 是吧 扎嘛 且扎心 就是你要前面看的 你心不静啊 做不准任何事情 要以静来之动 第三点我认为你看 之所邂逅者经道理 你必须懂得规律 掌握规律 利用规律 才能获得成功 违背规律 肯定要失败的 搞经济教育 违背规律 也是失败的 你基本理论没掌握 也是要失败的 你看做了半年就快掉了 一年快掉了 然后我们做的越来越发达 三个一下别人三千人 是吧 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讲 这个呢今后有时间 这些我们打着系统的 这一次决定学大学 下一次决定学论语 你如果听到五部经典 就不要老实讲了 你所有经典你都能够去庄业讲解了 所以就是基础 好吧 我那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 都要联系实际的 你不联系 我都是历一代的案例 细一代的案例 国内外的案例 你没联系实际你讲啊 学生听不懂 学生没效果 并且讲了要学生做 必须做 要检查 我看我们经典教育啊 只有用心 没有做不好的事 实际经典 都是圣邪的人生体悟 你们大家都在做 指引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 所以经典一点不难 很简单 很好学 很好读 读老非常有用 我就今天上午给大家回锅到这里 谢谢各位 所以我叫做校庆家 做教育每一个细节 你都要体现经典 这是我们回去要好好做的 好吧 我只把我们做的一点的体会 一个方法给大家掺讨 一定要校庆家 是吧 你这样带走运用中华经典 还要带走运用中华智慧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中国经典里面这么多智慧 做人的智慧 做事的智慧 做光的智慧 你呀都是傻呆呆 人家哪里想过教经典的 读经典 你读经典 我没读经典 没有区别啊 我还读你什么经典 读了经典的人 你看 心情 形态都不同 礼仪行为都不同 读经典对待人都不同 读经典的做事你看 我们还没做完他就做好了 是吧 这个人家就觉得大家都跟着你来了 这个读经典读得好 是吧 读了就不同 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复杂问题解淡化 复杂问题解淡化 智慧你看啊 智上面是个知识的诗 下面是个什么日 每一天都要学习啊 才有智慧啊 才有智慧的 你看 我们老祖宗造字造的多好啊 智慧的智 看到吗 怎么有知识啊 没有知识怎么有智慧啊 怎么有智慧 每一天都要扶取知识 每一天都要学习才有智慧 你看慧 慧这是什么 上面两个丰收的丰 中间呢 是个大山的山 因为写为了字的美光 所以我们老祖宗把它横起来 横起来 是吧 下面是个心啊 是吧 这么有智慧啊 心要非常安静 非常稳重 心要像一个大山一样的稳重 你这个人再获得双丰收 双丰收啊 双丰收就是有智慧啊 每天要学习 心要非常的定 非常的静 这样才有方 双丰收 才有智慧 所以我是讲智慧就是 简单讲智慧就是 复杂问题简单化 知识呢 知识是什么 倒过来 简单问题复杂化 你看我们老师啊 如果没有智慧教授 把学生越教越糊涂 有智慧的 把复杂的问题最大的问题简单化 把学生掌握了 所以我们要运用老祖宗的智慧 经典圣邪的智慧 经典中的智慧 来教我们学生 是吧 怎么处理问题啊 你看一下就学会了 所以我们温主席 温主席家庭 他爸爸总结了四句话 读经典四句话 我把这四句话温主席不说 我帮你介绍给大家 他爸爸总结 不读四书 四书五经啊 这个读书的书 就会四书 书雕的书 四个方面书掉了 不读四书 就会四书 四个方面书掉了 那四个方面四句话 我觉得他爸爸真的有智慧 总结得好 并且温主席四子 没各个香港民流 就是从小读经典 四句话 不读四书 就为四书 四个方面书掉 第一 出口无章 出口没文章 没读四书的人啊 出口没文章 第一 别礼仪不装 礼貌仪表不装重 你看 没多事书的 做到做不好 站到站不好 说话都说不好 是吧 礼仪不装重 第三句话 处事无方 处理事情没方法 是吧 你看我们老主席 读了论语 做人做事 都知道了 怎么没方法呢 是吧 处事无方 最后一句很总结得好 生命无光 生命无光 我到哪里讲学 我都学讲 你看我们文主席 爸爸总结的事 最后 四书无精 不读四书 有四个方面书掉了 出口无章 没文章 没文章 礼仪不装 装重的装 处事无方 处理事情没方法 生命无光 我看生命的光彩 你看我们台湾的 香港的 我们文主席 76岁 我都讲他 今年16 去年17 是吧 是 你看 生命光彩吧 做了这么多事 还在做 昨天我们听了我们 我们哈尔滨的 我们娘爷的妈妈 是吧 她自己讲了 卢乐经典又漂亮 是吧 卢乐经典知道怎么做事 怎么生命有光彩 她做了那么大的事业了 赚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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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生命要有光彩 在推动 在推动中国的 全头文化 推动中国的全头美德 使中国人每个人接受深度文化的教育 使这个民族提升素养 是吧 这就是生命有光彩啊 不是你拿这个节 什么用 我就讲一个人 两千万 就是你的 超过两千万 不是你的 我 跟我全身所有领导干部 市长 社长 人大主任 这些政协主席 全身的 协委书记讲课 我都是这么讲 你要那个节干什么 是吧 很多人不懂得做人啊 你读读文语都知道了 是吧 孔子说五十字天命啊 现在我们五十八十岁 不知道天命是什么 是吧 死了一会儿 快死了 还没想通 老天爷派你来干什么的 我们在座的都是老天爷派来推广经典教育的 是吧 老天赋予你的使命 他没想通 是吧 白白的浪费生命 我讲现在不是浪费生命 浪费自然 浪费这些资源了 资源这么缺乏 结果你活了九十岁你看 吃了多少资源 结果没做一件事情 生命光彩吗 没光彩 是吧 所以我们要一天当一百天来用 还不用啊 将来没机会了 是吧 没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用好每一分钟 用好自己的生命的每一 每一个方面 是吧 为人类为国家 为民主做最大的贡献 这才是 不是呢 你看我们人很简单嘛 我经常给刮刮落底 从母亲怀里落下来 最后呢 我想绝世最公平的 就是这个 是吧 死 死就是最公平的 是吧 我看我们很多朋友 台湾朋友 马来西亚朋友 都在学举这个观点 我也是很结束的 死 全世界最公平的就是死 你不管有多少钱 最后也要死 不管有多大的光 也要死 光这死的光荣嘛 有意义嘛 有价值嘛 所以毛主就说 人不有意思 姚某如太山 姚某如虹毛 是吧 最后烧着一叉灰 又放在地里面 你洒在大海 洒在江河 洒在哪里 都还是挪到地啊 是吧 所以一个人不能离开地 所以一个人睡也要接地去 没有接地去这个人就生病了 这就是智慧我们经典老祖宗告诉我们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经典 没有做好经典 教好经典的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学习 大家读了请鞠躬礼 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 是吧 是吧 诶 这个保护房间 我们读老子 我们读老子 是吧 人与自在和谐相处了 现在整个自在和谐 自在破坏了 我们读经典的人 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 是吧 带头以后 人和自在和谐了 整个社会和谐了 人类和谐了 是吧 所以我们要用经典 好吧 好 第四点就讲 学习这么读经典 是吧 我总结了八句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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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